欢迎来到城市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知情人爆料肖战得嫌紧致未确定 两大男主均有接触 肖战太强 近日 网上有太多的媒体都在报道得嫌紧致的内容 其中大部分都和肖战有关 只不过从来都没有得到官宣 也有知情人站出来爆料肖战得嫌紧致还没有确定下来 肖战和邓超两大男主都有接触 值得一提的是 肖战本身就是一位非常强大的实力派演员 肖战能够接得住各种各样的好资源 肖战也配得上 据知情人爆料 肖战新电影《得嫌紧致》目前还没有确定下来 肖战和邓超两大男主都有接触 只是处于商量阶段 一切都要等待肖战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实力强大 演技精湛 正能量十足 这样的肖战 能够走得更远 为观众们带来更多的好作品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表示跟着官方走 一切以官方发布为准 肖战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 出道至今很多年了 肖战陆陆续续塑造了太多的经典角色 魏无羡 唐三 顾亦也等都是观众津津乐道的经典角色 各种类型肖战都可以完美驾驭 总之祝福肖战 也会支持肖战 希望肖战越来越好 在接下来的演艺道路上继续努力 坚定脚步 不忘初心 为观众们带来更多的精彩表现 肖战是实力派演员 也是一位光明磊落 一身正气的正能量偶像 肖战注定可以走得更远 前程似锦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 肖战越来越好 顺顺利利 著名主持人曝光肖战客串片酬 调侃三千块带来三亿笑意 肖战太强 近日 随着张若云新剧《藏海传》的热播 网上不少人将话题引到肖战身上了 作为主持人的程杰斯老师也是连连为肖战仗义直言 还在无形中曝光了肖战的客串片酬 调侃肖战三千块却可以带来三亿笑意 这就是肖战的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 在第二季里并没有肖战 肖战本人也是一言不发 奈何在作品热播的时候 肖战直冲热搜榜第一 这就是肖战的强大之处 据悉 著名主持人程杰斯老师在线曝光了肖战的客串片酬 调侃肖战在第一季里只拿到了三千块片酬 然而肖战的价值远远超过了片酬 程杰斯老师直言肖战为这部剧带来了三亿的笑意 这些大家都看在眼里 收视率 热度 偏尾局 讨论量等都非常厉害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就是非常强大 无论是实力还是心态 肖战是问心无愧的实力派演员 也是一位光明磊落的正能量偶像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表示已经翻篇了 第二季里没有肖战 就不去讨论 专心致志做好自己的事情 专注于肖战的舞台和影视剧作品 其实大家都非常清楚怎么做 奈何网上总有别有用心的人 故意制造舆论和矛盾 让人大跌眼镜 总之祝福肖战 也会继续信任和支持肖战 任凭舆论如何添花乱坠 支持肖战的态度亘古不变 希望肖战越来越好 肖战也一定可以越来越好 期待肖战在接下来的演绎道路上 再创佳绩和好作品 肖战很强 未来可期 现代著名诗人霸气评价肖战演技 称肖战善于抓细节 完全拿捏角色 近日 有一位现代著名诗人发文评价了肖战的演技 这一次针对的角色是肖战在 陈情令中塑造的魏无羡 这位现代著名诗人霸气评价肖战是一位 善于抓住细节的好演员 一个简简单单的小细节 小设计都可以被肖战完美拿捏 是一位精益求精的实力派演员 值得一提的是 谈到肖战塑造角色的结果时 这位现代著名诗人评价肖战完全可以拿捏各种类型的角色 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据悉 随着肖战的演艺事业越来越洪化 网上有一位现代著名诗人霸气发文评价了肖战的演技 称肖战善于抓住细节 仅仅是一个位无限都被肖战掩活了 无论是神态还是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小动作 肖战完全可以拿捏角色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 出道至今很多年了 肖战陆陆续续塑造了非常多经典角色 为观众们带来了太多的精彩表现 这些都让观众记忆犹新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表达了期待和支持 接下来的肖战 还有两部新作品《藏海传》和《射雕英雄传》 前者将要杀青 后者则要上映定档 作为粉丝和观众 大家都在等待肖战作品上映 也一定会去电影院里支持肖战的作品 总之祝福肖战 也会继续支持肖战 无论是新电影先来还是新剧 都会一如既往支持 肖战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也是问心无愧的正能量偶像 希望肖战越来越好 在接下来的演艺道路上 再创佳绩 肖战很牛 越来越好 跨洋联动 星光闪耀 肖战携手猫人品牌 打造全球代言新纪元 在繁华喧嚣的都市丛林中 一处光彩夺目的景象正悄然吸引着无数目光 它不仅仅是商业与艺术的碰撞 更是全球化时代品牌力量的展现猫人品牌携手 其全球代言人肖战 在泰国以及中国杭州的核心地段 铺开了一场跨越国界的视觉盛宴 让全球粉丝为之沸腾 一、全球视野下的品牌强强联合 当泰国的阳光洒落在街头 行人不欺然间抬头 映入眼帘的是一幅震撼的画面 肖战 这位极才华语言 直于一身的青年偶像 以猫人全球品牌代言人的身份 跨越千山万水 以巨型广告牌的形式 出现在泰国的都市风景中 这不仅是肖战国际影响力的认可 也是猫人品牌全球战略的重要一步 象征着品牌与代言人 共同迈向国际市场的决心和实力 二、杭州武林广场 城市之心的闪耀焦点 与此同时 在中国的另一端 杭州这座历史与现代交织的城市 武林广场的中心地带 一块巨大的LED屏幕 正讲述着同样的故事 武林广场 作为杭州的会客厅 不仅承载着城市的文化底蕴 更是时尚潮流的汇聚地 在这里 肖战代言的猫人广告大屏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它不仅仅是一个广告的展示 更是品牌文化和时尚态度的传递 肖战的形象与猫人品牌的结合 在这个城市的C位上 以一种几乎触手可及的方式 与每一位路过的行人进行着无声的对话 三、肖战的魅力 跨越国界的影响力 肖战 自出道以来 以其阳光健康的形象 卓越的艺术才华和积极向上的公众形象 赢得了国内外众多粉丝的喜爱和支持 此次作为猫人全球品牌代言人 它不仅代表着品牌的形象 更是将个人魅力与品牌理念完美融合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新一代青年的风采 在泰国和杭州两地的大屏展示 无疑是对肖战全球影响力的最好证明 无论是泰国的热带风情 还是杭州的江南韵味 都因为肖战的出现而更加生动起来 四、品牌的力量 猫人的全球视野 猫人 作为国内知名的内衣品牌 选择肖战作为全球代言人 无疑是看中了他在年轻群体中的巨大号召力 以及国际化的形象 此次在全球范围内铺开的的广宣传 不仅是一次品牌营销的升级 更是猫人品牌战略转型的重要标志 它表明猫人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 拥抱全球化市场 力求将舒适、时尚、科技的品牌理念 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在泰国和杭州的这两块大屏背后 是猫人品牌与肖战携手并进 共同探索全球市场的决心与行动 它们如同两颗璀璨的星辰 分别在亚洲的东西两端熠熠生辉 不仅照亮了品牌的国际化道路 也为全球粉丝带来了一场视觉与情感的双重盛宴 未来 我们有理由相信 猫人与肖战的合作将会创造 更多令人瞩目的辉煌时刻 将中国制造推向世界 让全球消费者感受到中国品牌的魅力与温度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